此地志工要探訪的羅永華 就住在連城縣的魏塞村裡 竹林腳下的老房子就是他的家 儘管高溫設施30度 他依舊得穿著外套 伸出來的雙手體無完膚 你這個是一層一層的吊 它比如說像這一塊快吊了 吊完以後它慢慢又起到地方又吊 罹患牛皮癬超過16年 雖然曾經到醫院治療 但反复復發 龐大的醫藥費 不是貧困農家所能負擔 鞋子是加框加高的才能穿 要是緊的鞋子沒辦法穿 我走路都是腳後跟著地 前面不敢踩 現在手腳關節都已經彎曲變形 更不可能出外工作 全家的收入只能夠靠哥哥在城外打工 一家人每天的三餐是地瓜葉配白飯 那你一般一天三餐都吃這個 啊 父母都已年過七十 吃得簡單 穿得也簡陋 志工心疼 那你的身高都高 拿繩子兩尺寸 下一次要送新衣 新鞋來 鞋子有沒有什麼想法 有沒有什麼要求 鞋子 就頭寬一點 是不是這樣 也要協助羅永華再次就醫 畢竟他年僅37歲 還有大半輩子可以好好打拼 一定要你自己首先要相信自己 相信 還有一個相信醫生 從慈濟人過來這邊就確實是說 他是從心裡面就是要去關懷他們 然後要去了解他們的這個情況 簡單告別 志工會儘快再來 要讓這個家有活力 有笑聲 泡一泡苦苦苦啦 好不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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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安新聞之聖美志工 陳彥珍 黃德馨 福建報導